你是仇仇是嗎還是怎麼樣 我搞不懂 王航Toys和號稱全台最有錢的 YouTuber超哥 站在餐廳外頭 原以為兩人只是尋常聊天 但沒想到下一秒 只要你吃個飯 超哥出手攻擊 Toys毫無防備 直接被拽到馬路上 當街上演全舞行 一旁有人連忙出聲阻止 但依舊止不住超哥怒火 但為何會這麼生氣 原來是因為這一句 非常難吃 出飯 就完全 吃飯已經黏在一起了 衝突就發生在北施達安區 20號晚間的網紅Toys 和五歲女兒以及一名女性 友人一起到超哥餐廳用餐 卻邊開直播邊批評醋飯 和男士美國多久超哥鬥爽 兩人對話充斥活藥味 最後到門口時 超哥鬥被吊起的出售 Toys被打到頭破血流 不使頭頂有長達5公分的 明顯傷痕 像二頭胸腹部以及背部都有大面積 擦錯傷 送以後逢了10多針 氣得向超哥提告殺人 未遂傷害恐嚇和犯罪 組織條理想要討回公道 像黃鼠狼給雞拜年一樣 對這種人講講什麼都講不通 那越講越氣憤 所以一時失慮之下 所以我就用我超派鐵拳揍了他一頓 移送被檢後被裁定五萬元交保 超哥面對鏡頭堅持他的超派作風 寧可跟大眾道歉也不願向對方低頭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超哥坦言當天已經做出最大誠意 招待對方反控Toys頻頻招插 只是這回大廳光仲還在小孩面前使用暴力 這超派鐵拳也成了最壞示範 新新聞呂怡靈張姐的採訪報導